最近也因为疫情都不敢去伦多的地方 今年到山里来走走 意外在这个路边上发现了好多的荔枝草 现在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这个就是荔枝草 也有人经常把它误论成是薄荷 它在我国呢分布非常广泛 除了新疆、西藏、青海、甘肃 其他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有生长 这种小草呢它很喜欢生长在一些山坡 路盘、沟边或者是一些潮湿的田边上 栗枝草是它的学名 它呢是纯形科的一种一年生或者是两年生的草本植物 栗枝草小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贴着地面生长 而且它的叶子呢皱巴巴的 看起来就很像癞蛤蟆的外皮 因此在民间它有别名呢叫癞蛤蟆草 滇子草、青蛙草或者是蛤蟆草等等 以前有的农村们还会把它拿去喂猪 因此呢又把它称作猪婆草 另外在好多的书籍上对它呢都有进行记载 像全国中草药汇编 还有本草干木里头呢都有记载 李时泽呢甚至还称它为黄昏草 现在我们来仔细的看看它的识别特征 它的植株大概15到90厘米高 长大以后的栗枝草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分支 它的筋是这种四方形 上面呢有一些楼毛你看这个就是它的根 长在筋上的叶子它是这样子一对一对对身的 它的整个植株闻起来呢也有一股特殊的气味 三到五月是它的花期 它的花呢是这样子淡紫色的这种轮散的花絮 开在夜夜间 仔细看它的每朵花呢还有点像戴了个帽子 穿了个花裙子的小姑娘 结果大概要在每年的六七月左右 另外有一些地方在春天的时候呢还会采摘嫩的栗枝草呢当野菜呢食用 在农村随处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草 如果你不懂得呢那它只能是普通的杂草 但是如果你认识它了以后呢那它就是宝了 视频前的朋友们你们那多不多这种栗枝草 在你们那里又是怎么称呼它的呢 如果你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价值也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分享 好了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将给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兰兰我们下期再会